有多少部中国电影提名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比你想的多 七部 我们来回顾一下 1990年张艺谋杨凤良联合指导的电影 《局斗》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提名这个奖项 主演是李宝田和巩俐 仅仅时隔一年 张艺谋的另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就再次提名了6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主演还是巩俐 该说不说 当时中国电影就艺术这块 在欧美市场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1993年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而且获得了同年的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项 那一年有两部中国电影提名 另一部是李安导演的《喜宴》 很遗憾 这四部电影都没有获得奥斯卡奖 你得相信 这要么是少了点运气 要么是和营销工作有关 得奖也是有套路的 1994年 华语电影《再战奥斯卡》 李安导演凭借《饮食男女》再次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在短短的五年内已经有五部中国电影提名 大家都预感到那个时刻快要到了 2000年《卧虎藏龙》提名了 李安导演周润发 杨子琼 张子怡 张震 终于这部片子获得了这个奖项 中文对白成为了那一年外语片的主音鬼 那一年惊艳世界的还有中国的竹林 作曲家谭顿的音乐 叶锦天的服装设计 和歌手李文在颁奖典礼上的solo 2002年的时候 张义谋导演的作品再次提名 《英雄》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这一次又与这个奖项失之交臂 有人说 我们的电影就那么需要外国人的肯定吗 其实啊 他们的肯定不重要 我们的电影要让他们无法忽视 这才重要